比亚迪汽车疯狂降价的真相是什么 赔本撞腰喝 还是扰乱市场 如果你真信了这些言论 那说明你太小看比亚迪和中国汽车了 我们能喊出电比油低 不是没有道理 就拿美国制造协会来说 他们在开年就向政府打了报告 说比亚迪和中国汽车 如果在美国销售 可以迅速征服消费者 最了解我们的 往往不是我们自己 而是对手 美国长期关注中国制造 他们为何对我们的评价这么高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欧美汽车产业链 正在被中国快速突破和包围 他们的很多先进技术 被中国给打成了白菜价 而这些技术和零部件 又反馈到了我们的汽车上 就拿汽车芯片IGBT来说 2020年时 它的国产化率只有20% 而到了2022年 国产化率就达到了30% 2024年的国产化率 预计会高达40% 要知道 IGBT芯片被称为 汽车电子设备的CPU 它可以直接影响汽车的动力 是公认的电动车 最核心的设备之一 以前这玩意儿 都掌握在每日欧手上 他们严格封锁了技术 绕高价卖给我们 中国在引进西门子高铁技术时 就曾经花了200万 购买了150多个IGBT芯片 成本高得惊人 而且你不买还不行 因为他们的技术 必须搭配这个零部件 在汽车上也是如此 因为030等每日巨头 垄断了中国IGBT芯片市场 我们只能高价求购 排队等产品 但是时代变了 中国企业实现了大规模突破 2023年新能源汽车中 单单比亚迪生产的IGBT芯片 市场份额就超过了28% 在它之后 还有中车时代 斯达 士兰威等中国企业 曾经垄断中国IGBT芯片的英飞灵 只剩下了14%的份额 至于其他的国外巨头 早就被中国给甩在了身后 中国不仅打破了垄断 而且将价格给打了下来 这些零部件都被用在了国产汽车上 我们的汽车成本自然就下来了 类似的汽车零部件 比比皆是 比如传统汽车中的空气悬挂 激光雷达 线控 热管系统等等 如果你熟悉汽车 那么你一定知道 这些零部件 以前都被用在了进口豪车上 他们利用这些零件的集成功能 在中国卖出了天价 而国产汽车销搭载同样的配置 就只能高价购买人家的零部件 在这种被卡住脖子的困境下 我们怎么可能做出 又便宜性能又好的车子呢 答案是当然不能 但是现在呢 空气悬挂技术被中国突破了 整体价格被打下了三分之一 以前百万豪车才能用到的功能 如今20万国产车就有 激光雷达被中国攻克了 以前卖8万美元 还有排队的设备 被中国干成了1000美元 几乎白财家 现在很多汽车都有这个功能 还有电子控制制动系统 以前美国博士 垄断了中国70%的市场份额 震得盆满钵满 但在2023年 它的市场份额狂跌到40% 以前豪车才能用到的电子手杀 现在早就普及了 这还只是传统零部件的突破 在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上更夸张 我们来看一张图 理电池包 驱动电机 电控 发电机等等 中国汽车几乎垄断了 整个零部件的前三名 大家再看看比亚迪 在每一个重要零部件里 它都占到了前三 其中有10项是国内第一 处于绝对的领先位置 要知道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本就是全球领先 在国内第一就意味着 国际上也差不多是这个地位 比亚迪和中国汽车说 电比油低 不单单是因为 他们要抢占市场 更是因为他们有技术 有底气这么说 同样 中国其他汽车品牌 也在这个产业链上 他们同样有底气 往这个方向上努力 美国制造业协会 欧洲汽车巨头 为啥这么害怕中国汽车 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突破 而不是在整车上的降价堆量 我们有幸见证了时代更迭 曾经的我们用市场换技术 如今的我们用技术换市场 两者的一次颠倒 就是中国汽车工业 整整几十年的努力 我们可以骄傲的说 国产车真的站起来了